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记得吗 上个礼拜运动会 隔壁班那个人跑超快的 我也好想像他一样喔 老口你跑得那么慢 怎么可能跟他一样呢 跑得慢也不会怎么样啊 跑得慢很丢脸啊 你们三个都太过分了吧 他说一点都不可张啊 不然我们来试试看 开始 之前老师已经教过我们 要常常观察自己现在的情绪 是什么样的状态 并且去控制它 才不会让情绪温度 越来越高失去控制喔 例如说啊 如果观察到自己的情绪温度 已经开始慢慢的升高 那就要告诉自己冷静下来 才不会啊 变成黄恐龙 橘恐龙 最后变成大爆炸的 红恐龙啦 其实在黄恐龙 橘恐龙 或是红恐龙 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如果能够了解自己的情绪的话 其实我们是可以适度做一些转换的 今天老师呢还要教我们 当遇到事情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时候呢 要怎么样透过适度的情绪来反应跟表达 让别人了解我们的心情还有想法喔 帮我们同家一起 情绪不到这儿 有话好好说 欢迎现场可爱的小朋友 嗨 亲爱的妈妈 最有志会的老师 嗨 和我们一起来玩游戏 Yeah 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啊 我好期待等一下来爆米花体验课程喔 起来起来 对啊 我都没有玩过耶 也是啊 我也很期待 感觉很好玩耶 你们这是我的知心好友 都跟我一样好期待喔 好期待… 妈妈回来了 应该是可以出发了 那赶快出发了 Go 大家先坐下 我跟大家说喔 下一堂的爆米花体验课程取消 因为老师说机器化掉了 所以延到下个星期 好可惜喔 看来之后等到下星期了 不行不行啦 哪有人这样子说零食取消的 而且我从上个离拜就一直很期待到今天耶 哪有人这样子的喔 不行啦 好消耗喔 你也太大见小怪了吧 对啊 下星期还是可以去啊 而且一直生这么大的气 也没有用啊 你们都说我大惊小怪 我生这个气也是有道理 哪有人这样临时说的 我不管啦 原来是为了爆米花课的事啊 对啊 好好好 冷静冷静 那我就要问现场的小朋友了 如果像小孔这样的人 是你的好朋友 然后他又有这样的反应的时候呢 你会有怎样的情绪 好 我要请雨晨 好 雨晨那好朋友 哦 觉得厌烦 为什么呢 因为我很不喜欢别人 什么小事就一直说一直说 我会觉得有点厌烦 好 觉得对小孔这样的朋友呢 觉得有点厌烦的 你打圈 这么多 觉得不会啦 还好的 打叉 一 二 三 就三个人打叉 但是你们可能还有别的情绪 我来问 雨晨 你会觉得很紧张啊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他会把他气伤在死 因为他已经爆炸了 所以你等一下就危险了 好 会跟雨晨一样 觉得很紧张的人 打圈 不会啦 还好的 打叉 一 二 三 四 有四个人是觉得紧张的 好 那我就要问妈妈了 妈妈 如果是我们家的小孩 像这样啊 反应很大的话 您会有怎样的情绪 柳燕妈咪 好的 妈咪来我旁边 生气 好 说看 因为反应太大 所以你会有时候 如果在公共场 你就觉得他吓到别人 自己会不好意思 还有公共场这件事喔 对 最近才发生过什么事吗 我们礼拜是去图书馆 参加亲子游戏 对 那因为排队的问题 他就大发雷霆 那你怎么办 你就生气 更激动 没有 我没有现场生气 因为老师有去处理 那因为别人处理了 我就会退到后面来 所以你闷在心里气 要回家再跟他讲这件事 好 了解了 好 那就要问现场的其他妈妈了 遇到小朋友这样反应这么大的话 您也会觉得很生气的 请打圈 您不是觉得生气的打差 我看 老师 所以当我们自己已经反应大了 其实引发旁边的人 也一样是属于很多的情绪 不过因为现在我们在场的都是妈妈 对 因为妈妈其实就是比较敏感一点 因为妈妈呢 其实通常 其实在语言 或者是表情上面的传达 是比较清楚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其实刚刚小朋友提到说 妈妈会骂他 可是应该都是借由就是 可能会变得话量比较多一点 变得比较唠叨一点 可是尽可能的都是让小朋友理解说 我现在想要帮助你跟传达的讯息是什么 对 所以说从这个观点来看 其实应该说在场的妈妈 让小朋友在互动这件事情上面 有特别去提醒他们说 我的确有时候情绪的反应强度 已经影响到我周遭的人的感觉了 好 为了让大家对情绪这件事情 有更多更多的理解 接下来马上要进行体验时间 请小朋友用一样的力气 拍打不同弹力的球 然后比较看看 不同弹力的球让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好 谁要来玩 好 我请怡琳好了 怡琳 好 好 先试黄色球吧 好 弹到第五格 好 再来 弹到第十格 好 再来 弹到第十二格 好 我们谢谢怡琳 那怡琳刚刚丢完这三颗球 有怎样的感觉 就如果是 红色那一颗球的话 它就比较软 就不能弹很高 然后第二颗 橘色那一颗球 就硬一点 可以弹高一点 那第三颗 红色的球 对 就虽然比较小 可是它可以弹比第二颗球还要高 那你对这三颗球用的力气都一样 嗯 但它们弹起来就差很多 对 那你这样会最喜欢哪一颗球 大概是橘色那一颗 你喜欢橘色那一颗 好 那就要问老师了 老师我们拿这三颗球是要玩什么 其实这三颗球呢 就是想要让小朋友跟妈妈呢 一起来感受说 情绪反应强度这件事情 过量 还是说刚刚好 还是过小 对我们直接的感受是什么 哦 对 所以呢 如果从自己来拍球这件事情 你就可以很直觉地去感觉说 一个人的情绪的反应强度 对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那其实呢 有一个更直接的做法是 两个人你在户头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 请妈妈跟小朋友一起来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用的力量很大 你把你的情绪很大力地 弹到另外一个人手上去 像橙球一样 你觉得对方接得住吗 如果 对 如果你这个情绪的反应 是拿来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去传达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控制这个情绪 同样一个球 就代表一个情绪反应 你投得很大力的时候 其实可能对方会因为你的力道过大 然后最后刹不住 然后结果你的沟通 就在你那个情绪反应大的那一刻 杀球 结束 对不对 老师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情绪反应很大的 你就会像粉红色那一颗 对 轻轻动一下就蹦弹得那么高 对 那所以别人在旁边 就会有一些很惊讶的状态 对 然后接下来你的互动 就无法延续下去了 对不对 那可是如果说你的力量是用的很小的 所以你的球根本传达不到对方的手上去 对 那你们两个沟通 不是完全无法建立那个桥梁吗 就像那一颗黄色的球 怎么样都弹不到对方那里去 对 那只有在什么时候 你们两个的球才可以有来有往呢 应该就是要力量投得刚刚好 对方也知道说你是要请他接球 还有再来一个方向正确 对 对 所以呢 情绪应该是反映在对的状态上面 好 然后力道也要控制得比较好 所以你说的话 你表现的表情 对方他才知道说 你想要跟他分享的想法跟感觉是什么 接下来他才能够回馈给你说 他想要回馈给你的东西是什么 我来问妈妈来 妈妈 我们家小朋友没有过 什么状态是特别激动 或是特别不激动 就是之前我有大意语伦要带他去买 玩具 可是因为那个玩具的工厂 他就是有点状况 然后他结束营业 对 可是我是就是前一天才知道 对 然后后来我就跟雨伦讲 我说雨伦可能不能带你去买玩具 对 他就当场说为什么 然后就哭了 然后我就傻在那边 可是就是因为是工厂 就是不能避免的状况 他是工厂就是可能被检举或干嘛 所以他就结束营业 哦 当时我是怎么了 好 雨伦 因为很想要啊 所以才会 那你休成不住流下眼泪 不过大家想不想了解自己呢 如果很想的话 马上进行动动脑时间 小朋友请依照直觉 在这五张图中选出最喜欢的一张 A 玉金虾花园的蝴蝶 B 大口呼吸的鲸鱼 C 尼巴门外的小鸡 D 飞向天空的白鸟 E 窝仔树动兔子 老师 这些图后面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秘密 其实呢 我们这次就想要透过这个的 图花心理测验呢 来看说 为什么有的小朋友 他会不能控制情绪 就是情绪反应特别大 那为什么有的小朋友 却恰恰好相反 他是情绪反应特别小 不懂得怎么表达情绪 原来这个测验是要帮助大家了解自己的情绪反应强度哦 现场有两位小朋友选择 A 玉金虾花园的蝴蝶 选择这个图的人属于个性型 附向情绪多 会坚持自己的想法 无法接受突发状况 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情绪反应很大 选择这个类型的小朋友呢 或者是电视机前面的家长 有可能是有的时候遇到一些不如你预期的事情 你一下子就负面情绪会起得比较快 对 然后因为你想要坚持你自己的想法 跟你本来预设的状况是一样 所以当发生突发状况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那个情绪反应非常大 对 刚刚这个A就有相同一个人了 没有 还有 所以呢 如果对小 还有他 还有怡玲吗 你自己也是情绪反应大吗 对 举一个例子我想知道 就是 有一次 就是有一个他就是 我在绑鞋子带 然后他就骂我 他就骂我 到时候跑到我们班 说我撞到他 然后他自己还骂髒货 结果 然后他到时候我没 到时候我就说我没怎样 结果他还一直在那边骂 然后我就到时候气到他有点哭 你现在已经都快哭出来了 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 没有 没有嘛 我以为到现在还反应这么大 所以呢 会建议说 也许有的时候呢 给自己放宽一下界线 就是说不要一下子 就把自己跟得那么紧 对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说 在妈妈或者是学校老师的部分呢 因为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他很容易受到 如果你的情绪也反应大 他本来就已经情绪反应很大 他会这样会连锁反应 对 可是如果说 我们不要被小朋友情绪引发起来的话 你慢慢地用冷静的方式去面对他 他看着你的情绪反应 他自己就比较冷静下来 好 那我们再看来 下一行 B 大口呼吸的金鱼 现场没有人选这张图 不过电视机前可能有观众选 选这张图的人是属于压抑型 缺乏自信心 压抑自己的情绪 不擅长 也不想表达自己的想法 情绪反应小 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他有可能其实比较缺乏自信心一些 所以他比较倾向压抑自己的 真实的情感或者是需求 这个都没有人选了是不是 对 所以可能在场的小朋友跟妈妈 其实跟小朋友在沟通的部分 其实都有一个蛮好的管道 那老师 那如果像这一型的 我们要怎么样来建议他呢 所以选择这个类型的小朋友呢 我们就会倾向 就是说爸爸妈妈平常 已经知道小朋友 就是表达医院比较少了 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不应该就是一直跟他讲说 你要说出来 你要说出来 他本来就是 不要这样啊 不是 因为如果一直要他说出来 他本来就是比较没有医院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你可能可以培养一些 他自己喜欢的兴趣 哦 画图啊 会弹形啊 对 没有错 如果说妈妈或者是学校老师 在跟小朋友做互动的时候 也许你不要一开始就跟他讲说 你可以告诉我 你最近最好的朋友是谁 最近学校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那他就是比较没有办法 去表达这件事情嘛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话题 拉回自己身上 也许呢 妈妈可能也许像 比如说开学的时候 很多小朋友其实是比较紧张的 或者是有一点适应不良 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不断地逼问他说 你在学校有没有交到好朋友了 最近功课有没有变难了等等的 小朋友他会越来越紧张 可是如果我们跟他讲说 最近妈妈的工作好像也变多了 都比较没有时间陪你一起写功课 也比较没有时间带你出去玩 我有点担心 有点烦恼 那你会不会 然后从自己先讲起 对 然后去慢慢地引发他说 我可以跟妈妈去讨论一个 生活上面的事件 而不是聚焦在自己身上 好 那我们再看来 下一行 C 以帮门外的小鸡 现场有四个人选这张图 属于固执型 思考缺乏弹性 环境适应性差 但会强迫接受 压抑负面情绪 累积久了 情绪反应会随着时间加强 这个类型的小朋友可能在思考方式 是比较固执一点的 就是说他可能思考的方向 有的时候比较单一 所以他会对环境的适应性比较差 那有的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会试着 要求自己去忍受一下 因为想说就是 轻一下就过去了 对 可是如果时间久了 他的反应可能就从小慢慢地变大 那就问雨晨妈妈 是不是雨晨就是这样 她就是这样子 例如说 例如说 比如说我们会有时候会说 你可能要安静 或者说你要乖巧 比如说这一个小时好 你要乖巧 那你才可以管电脑或者什么之类的 但是他就会开始一直提醒自己 对 我要乖 我要乖 到越到后面 他就越来越去触碰你的界限 对 然后到最后如果他真的忍不住 就会整个状况就会完全不同了 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他其实很重视这个环境的安全感 对 所以呢 比如说选择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其实头一件事情 就是让他对这个环境 其实外在环境 是他觉得比较 可以去适应的状况底下 他情绪其实慢慢地就可以 比较去平缓下来 所以我们大人对他 也要先给他一个足够的安全感 对 就是增强他的环境安全感 来协助他 比如说提早带他去那个环境 让他先熟悉 先适应 对 好 那我们再看 来 选D 飞向天空的白鸟有三位 选择这张图的人属于冲动型 一时冲动 情绪反应 在需要配合度高 或者有困难度的功课上 瞬间情绪反应强烈 其实就是比较接近 就是说有的孩子就是 活动量比较大 或是个性比较冲动一点 对 所以他会在状况一发生的时候 他会突然可能音量 就是音量提高 突然大叫等等的 可是他不会延续的很久 他有可能会是在面对到 他接下来要面临的事情 是复杂度比较高的 他才会比较容易有这个 就是不愿意配合的情绪 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 发现说自己有时候是遇到 比如说接下来要处理的问题 是很麻烦的 不自觉就是会有那个烦躁的心情 会起来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可以告诉自己说 我可以来分段处理 那如果面对小朋友的时候 也是一样 其实呢 因为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他的坚持度比较低一点 所以我们基本上 也是用同样的方式 或是告诉小朋友说 你其实每做功课 或是你面对处理这个事情 大概到一个时间点 你就可以停下来 或者是说 选择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他不容易知道说 自己刚刚发生什么事 因为他很容易就是被转移掉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能让小朋友 比如说他可以去回想说 刚刚的时候你的音量 是不是突然变大了 再做一点反省冷静这样 对 你让他有一些的指标可以去看 好 那我们再看来 下一行 最后选择一 窝仔树洞的兔子 是最多人选的 总共有七票 属于依赖型 对父母依赖行众 常以哭闹引起注意 有时会出现在感到不平衡 或者受到委屈时 情绪与反应大 应该行众最多人选 老师 对 所以呢 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他情绪的反应 不是随便乱用的 对 就是说 在有需要的时候 他才会把它发挥出来 是 对 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说 可能过去他小时候的经验就是 他也许用哭闹的时候 因为爸爸妈妈会觉得说 接下来处理很麻烦 所以赶快就会答应 他的一些的需求 对 那或者是说有的孩子 他可能只有在 情绪感觉到 就是说受委屈 或是不平衡的时候 他才会有这么大的强度 对 那其实都是想要被关心 被关爱 轩伟说说看 就有时 可能我就会想要喝饮料 可是因为我对 我喝饮料 就会马上气床 所以妈妈都不让我喝饮料 然后有时候 我就会哭着跟妈妈说 拜托让我喝几口 不然就是喝 然后一边流眼泪 然后一边哭 然后妈妈最后就会说 只能喝一口这样子 就让我喝一点点 所以佳生妈咪 她只要对你流下难而泪 你就会说好喝个两口 因为我会心软 然后如果她的状况是OK的时候 我觉得我稍微让个步 然后我们亲子关系就是很和谐的 我们当然是要温和坚定 对 就是说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可是因为毕竟这个类型的小朋友 她的确她会有这个情绪反应 一个是她想要被注意到 另外一个是她受到委屈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应该回馈给她说 妈妈其实也很心疼你 为什么不能够这样子 你先去同理她的感受 对 然后可能可以透过抱抱她 或者是说这个时候 她既然是用几滴眼泪 来让你感觉到就是揪心的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面露一点点的愁容 说怎么办 我也很想让你喝 可是呢 如果这样子我就是害了你 对 马上用其言之道还志其言之声 对 因为它其实比较大的需求 是来自于被关爱这件事情 小朋友 不管你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学习控制和适度表达情绪 才能帮助你获得好人缘 我让别人真正了解你喔 让我们一起继续加油和练习吧 好 那现在我就要问你们了 如果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遇到情绪反应大的人怎么办呢 马上进行行动轮盘 你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撞到同学了 就没想到他居然很生气 然后还大哭 然后还骂你 好 现在你要怎么办 让你吓一跳怎么办 好 语伦先 情绪反应大的 你就先道歉啦 说看 我要先安抚他的心情 然后再跟他讲对不起 然后呢 先道歉再看状况 好 不错 有在用头脑 好 给语伦掌声 好 谢谢你 你会选择冷静 怎么说 就是先冷静 不然他 他现在已经很生气了 如果我们在骂他的话 他就会更生气地骂我 所以你先冷静下来看要怎么办 很厉害耶 好 给他掌声一下 老师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做法给我们建议 其实呢 我觉得刚刚两个小朋友选择的呢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标准答案 因为他们就是提供给情绪反应大的人 有一个下台阶 对 先适度地转换一下 跟调试一下他当时的情绪反应 那当对方呢 其实比较平缓下来之后 你接下来你要跟他说什么话 他其实都比较可以去接受 对 不过今天讨论了这么多啊 大家有没有想到呢 情绪反应太大的人呢 有时候会让你身边的人呢 手足失措 不知道怎么样面对你 可是情绪反应太小呢 又让你身边的人觉得被忽略 然后好像跟你没办法产生共鸣 所以要怎么样呢 在这情绪反应呢 找到一个中间的路 又有适当的反应 又可以理解别人 又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想法 这就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好好地加油 祝福你哦 谢谢大家 谢谢 每次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就会很生气 没想到除了会影响到其他人之外 还会被别人觉得我是一只大惊小怪的喷火龙 我不是 所以下一次再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我就要好好地先冷静 冷静地把话说出来 这样子就对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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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太沮丧 也不要哭泣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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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难面犯错 改过才要紧 没关系 我真心说没关系 没关系 丢着让熟空温温的打石头 我真心说没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